每天科技新鲜事就在科技拉报 这是半户联合优酷科技推出的早间资讯栏目 来看看今天的焦点有哪些值得关注吧 苹果和三星电子因手机射频辐射危害问题 遭到美国消费者的集体诉讼 而射频电磁辐射可能导致生物体癌症风险增加 苹果被指通过歪曲智能手机的安全性来掩盖任何风险 日前媒体发现某些型号iPhone的射频辐射超过安全极限 其中表现最差的是iPhone7 射频辐射暴露超过法定极限 是苹果向美国联邦监管机构报告数字的两倍多 今年挑票最严重的手机恐怕非Galaxy Fold莫属了 现在有网友发现这款三星折裂品手机已经登陆中国官网 并且接受了用户的预定 至于国行的售价目前还不清楚 但是超过万元应该是没有悬念的事情 你会花万元购买这样一款折裂品手机吗 最近法拉第未来的知情人士称 FF创始人兼CEO贾跃亭 正在变革FF现有公司顶层治理架构 将推出合伙人制度 把公司的顶层治理权交给合伙人委员会 同时贾跃亭还将设立个人还债行托基金 以此作为国内债务偿还基金 贾跃亭据传将辞去全球董事长和CEO职务 如果小宇官宣签约陈冠西 这也将是国内第一个邀请明星代言的电子烟品牌 曾经争议的代言人 加上争议不断的电子烟行业 官宣当日恐怕将掀起网络热议 微博认证为锤子舍计设计师的李文 发了一张图片 罗远浩在右下角 陈冠西在右边 看起来像是在拍摄现场 2019年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在重庆召开 马云出席大会 马云表示 P2P从第一天起就不是互联网金融 它是一个有了网页的非法集资产品 技术是发展出来的 不是监管出来的 金融也一样 监管是监管不出好的金融